这是最近刚刚完结的一部古装工斗剧 剧情紧张精彩 被称为韩版的甄嬛传 本期小帅就为大家解说这部《王后伞下》 这位临王后堪称史上最累的王后娘娘 她一大早跑来青楼 愤怒地拔下大金钗 直接就往里屋冲 她一把掀开被子 只见一对男女躺在地上 熟睡中的两人竟丝毫没有察觉 接着男子被抬走 女子也被突然惊醒 她质问女人到底是谁 谁知女人竟直接冲上去 用簪子抵着她的脑壳 并恶狠狠地告诉她 她可是一个为了儿子 啥事都敢干的母亲 直到女人看到她手里的缝簪时 女人才明白她竟是王后娘娘 今天是中学入学第一天 各位娘娘都保驾护航送儿子们上学 他们务必要赶在大王太后之前到 只有王后还在宫外押送老三回宫 显然老三很不满母亲这样叫她起床 还说她爹有那么多老婆 为何她一个都不能有 不料母亲一句话就让她闭嘴 此时内官们在宗学府门口排起了长队 目的就是早早为主子们占得好座位 唯独王后的四儿子可以让王后省点心 早就排好了队 此时王后好不容易找回了老三 又不知老二的去向 她队在宫外也惯了的丞相军 早已不抱希望 只能尽快赶往老小的住处 立马把她从被窝里拖出 此时各位王子都已就位 各妃嫔都对各自的儿子表现得疼爱有加 唯有皇贵人不以为然 她的孩子亦胜君 是大王第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 可遗憾的是她并不是世子 此时大王和太后也走了进来 关键时刻 王后带小儿子及时赶到 就在她给大王行礼落座后 却发现自己的二儿子还未赶到 气得差点老命不保 大王开始提问 各位王子也回答得头头是道 其中老司的回答 最让大王满意 此时大门突然打开 王后的二儿子终于迟到 这可让太后抓住了把柄 结束后就开始了一场婆媳大战 她说王后较子无方 王后说他们可都是你的孙子 大妃却说 只要是让我儿子不高兴的 我都看起来不顺眼 居然一点规矩都没有 上课抓耳挠腮的 迟到的 就算你的老四回答得不错 但与义胜君比起来还是差很多 谁料王后立马对了回去 说宗学府那是教王子们基础知识的 学得再好有什么用 只有我的王世子在世讲院 努力学好君王知道就可以了 不料大妃说道 不知道你还能沾世子的光环沾多久 世子可是我到现在为止 唯一人你的理由 原来世子博学广才 纯良人善 是大王清典的继承人 可天有不测风云 他却突然晕倒 事后才得知 他竟得了不治之症血须病 这让王后犹如晴天霹雳 原来此病宫中已有先例 当初太人世子就是死于此病 如今大王才有机会登上王位 而得知此病的人只有大王 于是王后连夜赶往大王寝宫 谁料到达后 地上女人的鞋子 立马让她明白了 就在她回去后 竟又碰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太后 太后说今天你的几个儿子 联合起来打皇贵人的儿子 简直无法无天 我已替你管教 让他们全都罚贵到害时 此时太后也发现了 王后这么晚回来定是东宫出事了 原来就在昨天 皇长子被王后的二儿子给揍了 恰巧被太后看见 不料义圣君一脸无辜装可怜 接着就被母亲皇贵人领走了 而太后则不问青红皂白 对承乡君一顿劈头盖脸骂 谁让他们都是王后的儿子呢 并大声呵斥承乡君让其跪下 承乡君先是一愣 最后还是强忍着怒火不得不屈服 可太后怎么也想不到 就是这个他最讨厌的孙子最后竟当了王 回宫后的义圣君也被皇贵人狠狠抽打着小腿 可义圣君死也不服 说王后的位置本来就是母亲你的 而我才是父王的长子 凭什么要被他们骑在头上 母亲气得数落义圣君哪一点比得上狮子 并只会长他人气焰 但另义圣君意外的是 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恍然大悟 母亲让他把不满和抱怨统统收起来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批判 等你有足够的实力时 抢走那个位置 显然这娘俩对王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而王后的大儿子狮子之病 会是他们策划的吗 就在王后来东宫看世子时 却意外发现了 太后居然端坐在这里 王后直接被吓傻了 没想到世子生病的事还是被发现了 太后说她非常了解这种病 当初太人世子就是这样没了 眼看你其他儿子都不成奇 我们还是早立王储吧 王后痛心地指责太后 眼前可是你生病的孙子 但太后却更担心她儿子的国家 临走后还不忘提醒王后 好好照顾你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吧 果然很快 国王便下令择选世子陪同 而且要在诸位王子之中选拔 但王后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竟是太后的馊主意 显然这是准备储君人选 妃子们也都炸开了锅 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王位 但最有成功经验的还是太后 可皇贵人却提醒他们 这事服还是祸不知道 大家还是要慎重起见 可谁也拦不住他们 嫔妃们纷纷前往太后宫里送礼 还暗自得到一本君王养成秘籍 看到太后手里的秘籍 默默感到十分疑惑 这最后一本不是给了照片吗 没想到这个老太婆也太损了 她竟然给每个妃子都准备了一本 她料定他们不会彼此分享 这样他们便个个都会效忠于她 王后痛心地望着 仍在昏睡的王世子 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危险 她突然问胖神 太后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本不是世子的王上当上大王的 接着王后便冒着风雨 连夜来到了一座茅草屋 这时一个女人出来了 看到王后便要赶她走 原来她就是上一届的王后 王后直接跪下 请求她 我现在遇到了和您当初一样的情况 很快要到世子陪同的则选 她只能硬着头皮给几个儿子打气 谁料众多儿子中竟无一人愿意参加 可只有她心里明白 如果王世子真的病重去世 其他儿子无能继承世子之位 那她必将失去后卫 而儿子们也将心灵难保 好在世子终于醒来 她向母亲道歉自己隐瞒病情的事 但王后却安慰她 这病只要好好治 一定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世子叫来自己的二弟丞相君 希望他参加陪同则选 原来多年前 丞相住在郊外西村 世子第一次来看二弟 当二弟知道他是大哥时 便高兴地问他会打架吗 于是激动地带他去找自己的死对头 哥哥好像有些害怕 但为了弟弟 还是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结果结局就是这样的 哥哥攥起拳头说 下次一定给你赢回 两人自此兄弟情深 一起练武玩耍 一起度过一段最快乐的童年 世子希望二弟能帮着 一起管教自己的孩子 成为他一父一友的人 二弟此事终于明白了 母亲为什么要他参加 世子陪同的则选 于是他朝着宗学府一路狂奔 终于在报名截指的最后一刻 递上自己的名字 而老师也好像只在等他 原来他所有的兄弟也都报了名 得知消息的王后也终于松了口气 竟然高兴到哭 他激动地令人报来所有复习资料 亲自为儿子们画重点 而其他嫔妃那也不闲着 有请一对一的 还有请命题专家的 早上王后又在打鸡血 让他们至少给他考上一个陪同 谁料他们都不是认真的 而是给母亲面子才报的名 只见三儿子指着四儿子起身 只要他好好表现就好了 母亲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事后心里还担心 这个起身现在去哪了 原来就在一天前 他竟意外发现自己的四儿子 竟有断绣之痞 吓得他立马捂住嘴巴赶紧逃走 胖婶偷苗石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只见屋内一个男人的手 熟练地拿起粉扑轻轻地拍打 再给脸颊上妆描个柳叶眉 站点姨妈红 来个红红的嘴唇 简直一个活脱脱的美人 王后崩溃至极 只能躲到无人问津的柴房 放生痛苦 如果起身的是被发现 那么一定会生不如死 谁料王后出入小破误 竟被其他妃子盯上了 也偷偷跟了过去 王后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 内心竟是个女人 但却始终没有骂他 还将自己最爱的发簪送给了儿子 说这是外婆留下的 如果将来有女儿一定要传给他 儿子激动地紧紧抱住发簪 接着王后又送了父儿子穿女装的话 让他在想看自己真实面貌时 可以打开来看 他摸着儿子的脸 告诉孩子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四公主 儿子激动地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异国之后的母亲竟能接受他 即使我们心中有个不同于他人的自己 并也无需再遮遮掩掩 但他们却并不知道 赵萍早已偷看到起圣穿女装的一幕 他把消息告诉了太后 不料太后却狠狠教训了他 如果此事是真 起圣必将性命难保 如果是假 你就是污蔑之罪 吓得赵萍一时雨色 而他自己却跑到秘密之所 他导吃起圣满桌的化妆品 毕脸嫌弃地擦了擦手 看到满屋的裙子 他更是厌恶至极 这个好消息他怎么舍得不告诉大王 第二天便带着大王去散步 谁料王后也来了 太后要带大家去个有趣的地方 这时王后立马感到不妙 好在上宫及时赶来 说陪童则选考试出现状况 让王后赶紧回去处理 但王后想制开太后让他去 谁料太后说自己早已不管宫内事务 就在大王和太后即将到达小坡屋时 却发现此处是火了 太后万万没想到王后竟然找他一步 接着他找到王后 让他如果治不了世子的病 那就赶紧让位 让他选拔的人上位 王后质问太后 拉下嫡子用力数子登上王位 是太后的特长吧 太后说道 的确是我的特长 我试过一次成功了 还会是第二次的 此时世子陪童则选考试正在进行 妃子们都在祈祷儿子们能通过考试 但只有皇贵人格外淡定 太后问他准备的如何 皇贵人胸有成竹说完全没有问题 可太后却提醒他 任何事难免有不足之处 但他却说 在我这里从没有不足二子 太后立马愣住了 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 此时太后又发现王后匆忙离去 以下便知肯定是世子病重 谁料外面早已传出世子病危 面对仍然昏睡不醒的世子 王后心急如焚 此时考试已经结束 就在考官看到益胜君留下的记号时 被收买的考官纷纷肯定 在看到承湘君答案时 硬是说这就是鬼话符 哪里是答案 突然大王走了过来 看到答案后竟出奇的喜欢 这就是他需要的 能够达破常规的王子 另一边 王后围救太子 竟敢使用宫中禁术 可始终没有好转 他整日提心吊胆 害怕事情暴露 果然 这天深夜突然闯进一个黑衣人 原来此人正是太子的二弟承相君 只见他推开屏风 本该在宫外休养的太子 静止停停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傻眼啊 当即呵斥太医 你们在做什么 这时王后突然出现 他带老二来到外面 并将太子的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丞相君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上一届太子 正是被血须症夺走了生命 而有关太子的病症记录 又在一场火灾中消失殆尽 王后判断这一切绝不是巧合 眼看太子的病愈加严重 而太子妃又即将临产 所以在临产前 太子一定要站起来 于是丞相立马出宫 为哥哥寻找民间神医 刚付完银子 包打听就告诉他 现在整个都城就只有一个大夫 而且你根本见不到 原来大夫正在隔离区给人治病 门外防控人员层层把守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于是他悄悄躲到稻草车底下混了进去 进屋后他很快找到传说中的神医 并说家兄得了血虚症 希望将治疗方法告知于我 可大夫却说 这里的病人都比你哥要急 根本不理他 这时一个病人突然掉下来 丞相赶忙上去帮忙 大夫一边给病人治疗 一边询问他哥哥的情况 丞相把治疗方案打开 大夫一看就知道他们找的是庸医 血虚症根本不能针灸 如果继续下去 你哥一定会没命的 于是开了方子让他带回去试试 并让他去指定的药房购买 临走时大夫还不忘摘掉丞相的钱袋 丞相说好歹留点买药钱 谁料大夫告诉他 买药只管报我名字就可以 就在他拿到要准备走时 却被药房老板拦下让他付完钱再走 原来神医并没有和药房合作 这让丞相立马犯难 他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这要他必须要带走 就在这时 一个姑娘突然提出要为他支付 并将随身之物拿下作抵押 丞相军承诺十日之后必将钱偿还 女孩说这是母亲的遗物 希望他说话算话 原来女孩一见钟情 看上成相军长的郡 便故意尾随而来 丞相带着药材回宫后 可母亲却不敢轻易乱用民间一方 这时太子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说自己希望试一试 这边太子妃正在生孩子 屋外等候的太后正在刁难王后 太子怎么还不回来 是不是永远不用回来了 谁料屋外一声闷响 原来是太子回来了 他意气风发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让大王十分高兴 此时王后总算赢了一局 晚上一家人一起聚餐 看到兄弟们其乐融融 母亲感到十分欣慰 从此太子决定好好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 谁料第二天就突然抱病 王后立马上前抱住了太子 大王立马愣住傻傻待在原地 而王后因隐瞒太子病情 更是被大王禁足 就在王后的儿子们赶来看太子时 却被狠狠拦在了屋外 无奈之下只能硬闯 不料太后突然出现 问他们是想抗旨不成 二弟质问皇祖母 难道想看望一下大哥也算抗旨 但太后却提醒他 收起你的好奇心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吗 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要管 但二弟怎会善罢甘休 他再次来看望太子 却恰好碰到了义胜君 义胜君毫不客气地讽刺承相君 你哥都已经吐血快了 最多撑不过三日 不会以为自己马上要成为太子吧 气得丞相直接动手 警告他不要嬉皮笑脸 晚上丞相潜入大牢 找到给太子看病的医官询问 医官却说药材没有问题 但宫外拿回的药就不敢保证 接着医官突然跪下 如果大王知道太子服下的是民间药材 那下官将必死无疑 祈求丞相不要泄露秘密 丞相立马感到不妙 找到宫外给太子开药的大夫 问他是否做了手脚 大夫连口否认 他只是根据症状开的药 就在医官告诉大夫 自己的大哥就是当朝太子时 大夫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并问给太子看病的医官叫什么名字 可医官并没告诉他 因为此人已经十分可疑 很可能跟当年太人太子去世有关 与此同时 太后的爪牙领相和兵叛大人密谈 要他明早一起上书罢处太子 兵叛问自己能得什么好处 领相说将来无论谁当太子 都会保证你女儿是太子妃 但兵叛却不知女儿 早就在外邂逅了丞相君 而他众议之人也正是丞相 随后两人一拍即合 早朝上二人以太子身体虚弱因早立储君为由 带头弹劾太子 众臣纷纷负义 气得大王怒发冲冠 原来太后是在试探大王 如果大王反应激烈定是太子病入膏肓 如果他要骨肉私情忽略大局 我定会提醒他 接着早朝上 众臣纷纷跪倒在地 竟联合罢处太子 大王竟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 因为昨晚太后已提醒他 不要忘了今天的一切 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就在这时 王后突然来了 他不顾一切舌战群儒 问太子有何错之有 兵判带头挑衅 太子身体虚弱难以肩负重任 就连领相也不忘提醒他 你本该在禁足 怎敢私自违抗指令 好在大王出来救场 也终于霸气了一回 说太子正在救治 谁敢再提霸出太子之事 就是违抗王命 就在大家集体沉默时 却不料内官突然来报 说太子时间不多了 王后奋不顾身地奔向东宫 年仅二十的太子竟躺在冰冷的地上 王后悲痛欲绝 他乱乱没想到 身为最聪慧的儿子却天度英才 可还没等到王后答应太子的嘱咐 太子便撒手人寰 自从太子血须而亡 王后便觉得疑点重重 找到前王后一番打探 得知太后当年为儿子 争夺王位的暴行后 王后竟下出一身冷汗 到底是谁谋害了太子 这天老三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如果元孙没被选上太子 那不会是落到我头上吧 异圣君嘲笑他 谁能穿上龙袍 咱们走着瞧 下一秒就被丞相军对了回去 不论谁穿 这事都和你无关 但太后却告诉孙子们 原来他所指之人 正是皇贵人的儿子异圣君 而宫中更有传言 太子死于王后寝宫 定是和王后脱不了关系 王后独自抱着太子的遗伤 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果然自己的贴身上公被抓走 领相逼迫王后接受审讯 可王后也不是吃素的 没有证据休想抓我 如果胆胆企图陷害我 定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回去后王后才意识到 这正是太后为太子择选 给自己制造污点 彻底让自己的孩子们无缘择选 上公慌张地提醒王后 如果再被发现使用宫外药材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怎料此事却被门外送茶的妃子听到 她不顾一切为保证 自己的儿子登上太子 秘密会见兵盼大人 让她给儿子做靠山 并把王后使用宫外药材仪式告知兵盼 谁料兵盼转身就把消息告诉了领相 而领相正愁没有扳倒王后的证据 可万万没想到 谋害太子之人竟是自己的女儿皇贵人 她拼命保自己的外孙益胜君上位 谁料诸对有女儿却干出这等蠢事 尽力用自己的美貌征服衣冠 让她偷偷给太子下药 女儿愤怒地反驳父亲 王后之位本就属于她 而太子本该就是益胜君 她只是让一切回到原点 又何错之有 气得领相直哆嗦 与此同时王后正在审问医官 问她太子到底是不是死于血虚症 医官一口咬定就是病死了 接着王后让他死守使用宫外药材一事 医官发誓只要让自己的老娘平安 定不会将事情说出 自从太子大哥去世后 王后便开始训练剩下的儿子们 竟让他们浸泡在零下十度的冰水里 冻得发抖的老三问母亲是何用意 母亲说这是在磨练他们的意志 甚至需要在冬天的夜里进行 这时老二推门进来 结果他也没能逃过一劫 面对四兄弟被冻得瑟瑟发抖 抱在一起的样子 王后终于笑了 但她却不知道 一场危机正向她袭来 太后竟让大王彻查 太子去世一世 因太子死于王后请宫 就在大王宫审给太子看病的医官时 还下令必须请王后和太后去参加 王后顿时慌了 领相逼问医官 当初在王后请宫 到底给太子用了什么药材 此时王后紧张地看向医官 领相说她已经找到 使用宫外药材的证据 这让王后十分震惊 侍女说她亲自看到 当时倾倒的药材 十分确定此药并不是宫内的药材 领相问她如何确定 这就是宫外药材 侍女说因为包裹药材的只为黄色 根本不是宫里的 领相问外部药材 是否是太子猝死的主因 太医院说宫外药材 不敢保证药效 过量也可能产生副作用 宫外的药材 王后说她胡说八道 领相便质问医官 宫外药材到底从哪里来的 只要说出药材的出处 便可知道谁是谋害太子的真凶 并让王后说 可王后知道如果说出真相 自己的二儿子性命不保 于是告诉大王 领相早就在太子病危时 开始罢黜太子 现如今又变换说辞 说我毒害太子 显然领相的说辞值得怀疑 都是在陷害我 突然太后跳了出来说 难道太子真的是毒害的 我不是头一回了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看向王后 领相又不到王后 这是在混淆视听 目的就是掩饰 她将宫外药材带入仪式 王后怒了 说她胆胆诬陷一国之母 难道就不怕株连九族吗 可领相仍咄咄逼人 此时大王左右为难 便起身说此事明日再审 接着太后信不走到王后跟前 说她竟敢提起过去之事 真是吃了狗胆 王后说她经历过儿子去世 她再也没什么好怕的 谁料太后竟说 不要忘了你还有其他孩子 王后怎么也没想到 太后竟连亲孙子都不放过 并警告王后 我此生最大的失误 就是没阻止你成为王后 并下最后通牒 如果明日王后不招任 她便把王后秘密见废王后一事 在唐审上当众说出来 王后用银针给饭菜适度 并加了一块亲口尝试 这让太子妃十分震惊 确定没毒后才敢喂了小师孙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孙子的一幅画竟让她毛骨悚然 可孙子却说 这是她跟别人的秘密游戏 王后脸色大变 急忙脱下元孙的裤子 才发现元孙的腿上 竟不满细小的针孔 这时王后又看向 刚喂元孙的手 不料勺子瞬间变成了黑色 于是赶紧对元孙试救 可王后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竟是孙子的奶娘所为 气得王后 直接用针刺向奶娘的眼睛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逼问她为何要向世孙下毒手 问她到底是何人指使的 然而婢女却告诉她 她也是被胁迫的 否则全家性命不保 说完便咬舌自尽 王后痛恨这唯一的线索也没了 谁料不幸的是接踵而来 自己的寝宫居然被烧了 此时王后才明白 原来内应就在身边 就在她措手不及时 太子妃又出事了 她眼看儿子被下毒 不但找不到凶手 就连证据都找不到 所以她要带着孩子们出宫 天真的以为这样 可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王后自然不同意她出宫 谁料她竟以死相逼 王后看向懦弱的太子妃 心里失望至极 告诉她 你连死都不怕 何不拿出这份魄力 来保护你的一双儿女 与此同时 太后正逼迫大王重新择选太子 并提议废除王后 因为她使用宫外药材 导致太子病逝 大王并不相信 王后会害自己的亲儿子 直接拒绝太后的提议 这让太后顿时怒了 想当初是你求着我 帮你扫清一切障碍 才登上王位的 如今只不过让你废掉一个王后 采纳则贤的建议吧 否则我会亲自罢出王后 与此同时 丞相君找到大王 他不想让母亲为他顶罪 于是承认了 宫外药材的全部责任 大王担心他小命不保 可他说自己定能找到证人 来证明大哥死因 并非宫外药材 就在他找到 当初开药的店铺时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他一路到处打听 殊不知大夫就在他身后 显然大夫并不想出面帮他 转身便走了 这边王后也在极力寻找 去大牢找寻医官 谁料刚到门口就被侍卫拦住 当他接下头巾露出面容时 侍卫们才敢放行 然而此时领相竟从里面出来了 他竟嘲讽王后着急来找全医官 是想一起串通吗 可王后却说自己是来看看 全医官到底是否清醒 会不会被你们言行逼宫 而里面的皇贵人 缓缓走到医官身前 用手摸着他的脸 告诉他再坚持一会 医官也抓住了皇贵人的手 第二天 面对太后咄咄逼人的审判 王后竟将谋害太子的真凶嫁 获给了太子妃 是他使用宫外药材 才导致了太子的死亡 此话一出 众人一脸猛圈 打得皇贵人更是措手不及 关键时刻竟被王后摆了一刀 就连路人也议论 当今王后是个糟天谴的 殊不知 这可是王后的精心布局 他深知太子妃一旦出宫 便会被暗杀 就在押送人员准备干掉太子妃时 却发现太子妃竟凭空消失 这让领相十分愤怒 殊不知王后竟将他们 偷偷转移到一家农院 而太子妃也是故意演了这出戏 但不知真相的丞相君 看着侄子乃声乃气叫着叔父 再看一双小手满是伤痕时 心里很不适滋味 答应侄子一定要将他接回宫 于是找到母亲 质问他为何如此残忍 难道就只是为了自己的后卫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母亲叫住了他 你愿意顶替你哥哥的位置吗 没想到老二这次竟同意了 他望着哥哥的遗物 暗自发誓 即使赌上自己的一切 也要当上太子 只为守护好母亲和侄子们 原来这一切都是王后的企图 他竟主动跟大王提出 要利用责贤来责选太子 因为百姓需要的是 不畏臣子的君王 大王提醒王后 如果这样王位 可能就是其他王子 而非嫡子 但王后并不担心 他希望选贤就要平靠实力 选出真正具备资格的王子 只希望大王能坚守公平即可 得知太子选拔赛人人均可参加时 领相嘴都笑歪了 但大王又提出 责选方式由自己决定 这让领相十分意外 因为过去都是他们考核 大王未兑现对王后的承诺 责贤就要选出贤能之人 而并非臣子们喜欢之人 不对吗 王后通知所有的妃子 此次责选太子方式 跟往常不一样 妃子们都表示这样不好 皇贵人问何时开始 王后说已经开始了 王子们都蒙上头套 带去秘密场所 开始魔鬼训练 一场太子争夺赛即将开始 王子们都抽风一样疯狂奔跑 须在规定时间内 到达终点进入下一轮 60秒内命中五发 晋级第三轮 显然第二轮已经有人陆续淘汰 此时老二拿起弓箭 他想起大哥生前的教诲 结果百发百中成功晋级第三轮 接着他们都卸下王子身份 出宫历练四天 宝倩君高价挑选了一匹汉鞋宝马 益胜君除了来挑马 还顺便作弊给剩下的马都下了要粉 只是王后的三儿子有点意外 他竟跑来算命 看自己有没有太子之相 还一口凡尔赛说自己根本不想当储君 但又不得违抗母后的意愿 心里甚是烦恼 先生瞥了他一眼真是无语至极 接着告诉他 没看出什么太子之相 但确实看出了桃花运比较旺 果不其然 刚一出门就遇到了真命天女 谁料天女找的竟是自己的二哥成相君 此时成相面对所有病倒的马 无奈之下选了一匹还未被驯服的 小丝提醒他 这马很危险 根本控制不了他 谁料老二还偏偏就选中了他 此时王后正在宫里 给每个妃子发了一块黑布 接着端上针线 拉开屏风 让妃子们每人秀一幅画放到屏风上 当作礼物来送给未来的太子 可皇贵人却不愿这样做 因为他早已设下了埋伏 对王后的二儿子进行伏击 阻止他禁忌太子之位 好在成相君逃过一劫 原来是大王暗中保护王子安全的锦衣卫 他将箭头交给大王 并说是一帮山贼所为 大王感到十分震惊 但王后却认为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他要大王彻查此事 可大王要等比赛结束才能查 这让王后十分不解 再这样下去 后面的比赛就更危险了 可王上却担心大臣们以为他作弊 甚至抗议 王后见大王如此畏惧大臣 于是拿起箭决定自己去调查 王后为调查刺杀儿子的凶手 竟令人直接撬开山贼的嘴巴 意外发现嘴里的纸团 展开一看竟是自己的二儿子程相决 还写有必杀二子 王后震惊不已 确定这就是谋杀 他举起箭头 问在座的所有妃嫔 有谁知道这支箭的来历 妃子们面面相去表示不知道 只有皇贵人神色慌张心里一冷 王后说竟然有人敢刺杀程相决 但已抓到山贼正在调查中 很快便会找到幕后主使 这可让皇贵人惶恐不安 殊不知 王后故意放假消息已经抓到山贼 并掌握十足的证据 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幕后指使 果然 当晚就有人私自出宫 王后暗中派人一路跟踪 原来领相只想拖延程相军的比赛时间 谁料手下竟差点要了程相军的命 如果查到他头上可是官职不保 于是怒斥手下找出下命令的副首领 这边王后也得知领相正在找副首领 未搞清真相 于是派人尾随其后 便可轻松找到此人 果然很快找到副首领 并将他倒掉在屋顶上 下面就是削尖了的竹筒 吓得副首领差点尿裤子 王后质问他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不料副首领还死鸭子嘴硬 王后便示意手下给点颜色看看 关键时刻 这丝果然招了 是一个女人 不但给了四根金条 还附上必杀的纸条 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但却看到她头上佩戴的青蛙发柴 从身边经过时还散发勺药的味道 此时王后眼睛瞪得像统领 她简直不敢相信 此人正是太后身边的嬷嬷 接着王后找到太后 并恭敬地地上一份大礼 有史以来第一次谢罪 表示自己平时的不孝 可太后哪里会信她的鬼话 看到礼物后 太后脸都绿了 此物正是毒草天蓝星 王后立马变脸 如果老太婆下次再敢伤害大军们 媳妇定会亲自将她熬成药为你喝下 您透过个深染勺药为的避免 令人刺杀大军是吧 并警告太后 如果有下次并将您对孙儿犯下的所有悖伦之事 都揭发出来 但太后看起来好像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两位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 谁能招揽前朝智囊普京幽入宫 谁就能顺利通过御室考核 然而普大人早已隐退多年 根本无心朝政 更何况如今还是个瞎子 我能证明你不瞎 大人听后也是一愣 便笑着告诉他请随意 这时丞相突然拔剑 静止指向大人的眼睛 没想到大人纹丝不动 本以为丞相君就此罢手 结果下一秒 他竟直接奔向悬崖跳了下去 此时瞎子立马跑去查探 问他到底要干嘛 瞎子被气得骂骂咧咧咧地走了 本以为宝倩君会救他 结果令他傻眼了 只留他一人挂那挣扎 晚上丞相终于回到住处 宝倩君如是告诉他 不救你对我更有利 更何况跳崖是你自己的选择 丞相君没想到他会见死不救 居然还要妄想不劳而活 这可是他证明了大人不暇 就在丞相看书时 宝倩要关灯睡觉 气得丞相一脚踢开房门 借着月光看书 果然二人合不来 第二天一大早 大人告诉他 吃完这些鱼你们就给我离开 就在丞相君来小河边散步时 说巧不巧 一直找他的女孩也正在这里抓鱼 婆婆提醒女孩 那人和你画上的一模一样 女孩看到后迫不及待地跑向丞相 一把抱了上去 这可吓坏了丞相君 你那天为何没来 我等了你好久 尽管女孩漂亮 可丞相还是理智地推开了女孩 你是谁 女孩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在药房我可是借了把宝刀给你做抵押的 我叫尹清禾 你叫什么 面对女孩如此地主动 丞相君心底的爱情小火苗终于燃烧 第二天丞相正去跟蒲大人 一起到集市上卖白哈 碰巧又遇到了女孩 还以为女孩一直跟踪自己 殊不知女孩说她只是来逛逛 撩完蒙上头巾就走 此时估计丞相已经忘了 他是来帮大人卖白哈的 可市场不景气 贩子们都在压价 但大人却告诉随从 一定等到最后再卖出 他先去吃个饭 果然 很快随从便告诉他们已经三倍价卖出了 宝倩君一头雾水根本不信 大人就此为提考考他们 结果宝倩君说这是价格回升 但太冒险 万一卖不掉就全赔了 可承湘君却有不同的答案 今日市场白哈劣质居多 上等白哈寥寥无几 而满月岛的白哈品质最好 想买上等品质的自然愿意高价购买 大人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此时渔船要走了 丞相君急着四处张望 时时不见女孩过来 另一边 王后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婆婆居然这么卑鄙 竟然谋害自己的亲孙子 就在王后找到证据后 不但不知悔改 竟还反咬一口 先是服用了王后送的天蓝星导致中毒 后又说自己再怎么残人 也不会害自己的亲孙子 结果用苦肉计成功离间了王后和大王 王后让太后不要装了 果然太后两眼一睁瞬间坐了起来 得意地问王后是不是被惊到了 不料王后却说差点都给您准备葬礼了 太后顿时变脸 还嘲笑王后亲自送的天蓝星 我可不能让你白送 还警告王后 我绝不会让你的孩子当上太子的 而对付丞相君这个只是开始 看来太后为了对付丞相君 还准备了后手 果然这段时间 太后经常召见赵荣的儿子宝倩君 为了一探虚实 他找来赵荣 问他你认为宝倩君能当上太子吗 不料赵荣毫不保留地说 如果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 一定会保留住王后的位子 此话一出 便知道他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还透露太后卧病在床 如果你前去探望 他一定十分高兴 要知道这可是王后计划的第一步 接着又找到领相 把行刺王子的首领带到他面前 领相大惊失色 但王后却说领相只是想拖延王子竞赛时间 并不是要了大军的性命 于是把幕后指使之人太后供了出去 他想不通太后为什么要栽赃嫁祸于你 气得领相脸都绿了 就在王后离开时 还提醒他最近太后和宝倩君走得比较近 以后的太子不一定是我的儿子 或者你的外孙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要合作了 领相哪里会咽下这口气 就在他带着黄贵人去找太后问个清楚时 却不巧碰到了赵荣在太后的屋里 气得领相说下次再来 但黄贵人却拉住了父亲 再等等 太后告诉赵荣 他要选的太子正是宝倩君 这让赵荣十分震惊 不但如此 太后还送了他一枚戒指 此时赵荣瞬间飘了 要对太后肝脑涂地誓死效忠 出来后正碰到等候多时的黄贵人 贵人嘲笑他端盘子的样子 还跟从前当丫鬟时的一样 赵荣也毫不示弱 竟炫要起太后送的戒指 黄贵人见到太后问他 到底对太子人选怎么考虑 不料太后说现在都不好说 但唯一确定的是不可能是王后之子 领相忍不住开口了 为什么要把谋害大军之罪嫁祸到他头上 还要扶宝倩君上位 人老了贪得无厌就会越发无耻 王后的第一个目标终于达成 接下来他召见了尹大人 另一边 新昭君在参加比赛时 路上遭遇劫匪外加盘缠用尽 饿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到达宫门口 但却被守卫拦住 无论他怎么解释自己是皇子 守卫根本不信 眼前如乞丐一般的男子 就连自己的母亲看到后 也是催促他赶紧回去参加竞赛 就算断送了性命 你也不该回宫 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 母亲毅然决然地摘下玉佩送给他 并扭头走了 还让守卫立马赶走那个乞丐 就这样奄奄一息的新昭君被扔出宫外 手里还紧紧攥着母亲留给他的玉佩 好在身上宫发现了他 并把他带回王后请宫 一顿胡吃海盒伺候终于恢复了元气 王后让他吃慢点别噎着 还问为什么手里攥着这块玉佩 新昭君举起玉佩笑着告诉他 这可是母亲第一次送他的礼物 还说就算死在外面也必须要参加竞赛 王后听后感到十分震惊 就在此时 高贵人突然来访 竟直接掀翻桌子 新昭君被吓得直哆嗦 王后站起想阻止 高贵人却说他要管教自己的儿子 让王后别操心 可王后却说管教王子也是他的责任 王后却说我至少不会赶走已回宫的儿子 并命远送走高贵人 不料贵人突然走向蜷缩角落的儿子 回宫后贵人不但不知悔改 竟还想出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王后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 王后的儿子起圣内心竟是个女人 晚上他偷偷潜入起圣的寝宫 一番寻找后 终于找到起圣穿女装的画像 并把她交给黄贵人 看到画像的黄贵人立马傻眼了 高贵人又补充道 起圣一直就在偷偷扮女人 如果被公布出来 便可直接扳倒王后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竟提前走了极端 好在王后及时发现病救了他一命 就在高贵人赶到时 王后正在命令所有奴婢不能将事情说出去 这只是新招军比赛长途跋涉过于劳顿 必须接受治疗 王后让高贵人先回去 如果醒来立马叫你 并把玉佩交给他 此时高贵人早已泣不成声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 竟让他差点失去了儿子 回去后他找到儿子小时的衣服 抱着衣服亲了上去 想想自己对儿子太残忍了 与此同时 王后告诉新招军 你是所有王子中小时候第一个会认字的 所以你的母亲便对你抱有很大希望 最后他拿下自己的牌子退出比赛 但此时再见到母亲的这一刻 他并没说话 而母亲也终于释怀了 俗话说母子哪有隔夜的仇 即使一个眼神 他们便能心领神会 第二天早上 王后怒气冲冲赶来一红院 直到看到自己那个没出息的儿子 但这次并没有直接掀被子 而是等他们睡醒 王后质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参加竞赛跑来这里 气得王后直接想动手 但还是忍住了 谁料三儿子早就想这样做 因为他对太子之位本来就毫无兴趣 气得王后差点当场昏厥 让上公赶紧把他拉走 否则自己会宰了他 没想到老三居然火上浇油 躲在上公身后说希望王后允许自己娶小老婆 王后当晚就找到初月 说自己儿子口口声声说爱你 但只是那且 并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并不值得托付终身 谁料女孩竟说自己并不是想托付终身 如果只是当一个知音也便满足了 王后让他离开儿子 可女孩却说离开可以 但我不能保证我们会断了情 这让王后感到女孩油颜不尽 只能作罢 不料女孩又说了 即使身份卑贱身为女人 人生也不该有任何差别 听说娘娘就是这样教诲她的 原来王后并不是真心拆散他们 而是想保护初月 殊不知 初月正是王后当年的好闺蜜的孩子 而那时王后肚里怀的也正是老三 最后老三也拿走了名牌 只剩下四位大军进入最后决赛 另一边 王后嫡子的龙羊之痞即将被黄贵人揭发 他深知除掉一个少一个 这样儿子易胜君便离太子之位更进一步 但就在关键时刻 高贵人却突然倒戈王后 黄贵人吻操胜劝告诉王上 王后的三儿子根本没有资格竞选太子之位 他让高贵人拿出那张启圣大军穿女装的画像 高贵人犹豫半天也不敢拿出 黄贵人便催他打开 可就在这时 王后突然走了进来 他伸手向高贵人讨要画像 高贵人又犹豫了 这让大王十分好奇 问到底是什么 黄贵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这让大王十分震惊 赶紧找高贵人要画 就在他缓缓打开画像时 居然是一幅奇怪的老虎画像 原来前一天晚上 高贵人觉察事情不妙提前禀告王后 自己把启圣穿女装的事告诉了黄贵人 他不但要告发此事 还要伪造自杀现场谋害启圣性命 于是王后不但及时派人救下启圣 同时也把画像调包了 此时大王怒了 而黄贵人也深知自己被他们给耍了 随后大王同意王后按后宫规矩处置黄贵人 气不打一处来的黄贵人问高贵人 启圣穿女装的画像哪里去了 谁料高贵人竟数落黄贵人 你怎么能这样信口刺黄凭空造谣 气得黄贵人吃了哑巴亏 王后告诉启圣 这个秘密已经被人知道 现在暂时在这里躲一阵 可启圣觉得不妥 他要把自己找到徐汉德策反一事告诉父王 谁料此时 异圣君正带着徐汉德面圣 就算当时启圣阻止他带徐汉德入宫都遭到拒绝 因为启圣已经找到徐汉德策反的火药仓库的证据 但此时异圣君却说 是自己发现了徐汉德蓄意策反 把发现他策反的功劳归结到自己身上 徐汉德立马否认 可大王直接叫人拿下 异圣君本以为可以向大王邀功 却不知大王竟怒斥他 明知是谋反还要带他见我 简直是愚蠢至极 这边的王后正在把黄贵人 从一品贵人降到四品书园 这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谋害大军本该处死 只是我不想这样做 黄贵人感到从未有过的羞辱 刚出门却又碰到等他的诏容 他要好好借机嘲讽一下黄贵人 还狠狠教训了黄贵人 不知道四品的要向我三品的行李吗 黄贵人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从未被羞辱过的贵人 回去后就忍不住爆发 正好碰到回来的儿子 他让儿子一定要当上太子 好给他洗刷屈辱 这下太子择选更加激烈了 赵荣娘娘居然开始放出更大的瓜 大街小巷都知道 丞相君很可能不是大王所生 这让王后开始抓狂了 最终的择选正式开始 王后凭借自己的高智商 直接碾压史上醉牛作弊团伙 他掀开卷子找到一张纸条 燕台下面 桌子底下 就连饭和盖子都粘着纸条 内容都是承诺儒生们 只要选义圣君都能升官发财 就连太后都帮他收买儒生们的父亲 原来太后一直支持义圣君的心意从未改变 但为了达到自己对未来太子更多的操控权 他竟利用支持宝欠君来刺激义圣君 王后举起纸条劝解大家 我默许这些东西送进来 只是我不想送信的宫女被无辜牺牲 希望你们能保持初衷 不被这些纸条左右 毕竟你们才是未来朝廷的重臣 如果今日你们舞弊 未来当官的你们又有何作为 此事有的儒生惭愧地低下头 但王后说她不会追究此事 并把纸条当场烧了 而儒生们也终于松了口气 出来后王后禀告大王并没有发现作弊行为 显然这是为儿子当选太子扫清了障碍 接着两位皇子进入最后儒生提问的环节 夫妻俩因承受不了巨额赌债约定全家了断 丈夫先杀了妻子再了断孩子 结果丈夫和孩子幸存 针对丈夫杀害妻子予以裁决 异圣君开始抢答 丈夫杀了妻子 李英予以严惩 但因这是夫妻双方约定 所以李英减刑并让她抚养孩子 儒生纷纷表示满意 可承乡君却提出反对意见 杀人者应予以死罪 即便是孩子的性命 也需要征询孩子的同意 夫妻二人是约定自尽 但孩子却是遭害的一方 必须追究杀害孩子畏遂之罪 而孩子交由国家保护 显然这样的回答要更胜一筹 就在大王准备宣告太子之位时 却遭到领相的质疑 逼得大王只能滴血认清 结果发现承乡君和大王的血未能融合 原来是黄贵人提前做了手脚 可就在众人诧异之时 王后竟提出让黄贵人和领相也测一下 结果显示他们不是妇女 显然这盆水有问题 所以并不能证明丞相君不是大王子嗣 接着为让所有人都死心 王后竟让太后过来给王子们摸骨 因为大王的耳后天生就长有一块骨头 而这个特质会遗传 太后挨个检查 就在她检查到丞相君时 大王还特意问是否有那块骨头 太后无奈之下说有 可就在摸到异圣君耳朵时 太后心里一愣并看向黄贵人 此时贵人突然紧张起来 但太后最终并没揭穿他们 而是心想又多了个控制他们的把柄 此时大王告诫众人 今后谁要拿此事再嚼舌根 便处以急刑 但不怕死的异圣君 却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王后看着大儿子留下的太子福 心里终于释怀了 接着让下人们立马清理东宫 准备恭迎太子回宫 太子上任第一天 母后便送他一双护膝 寓意将会有更多的弯腰低头 不但要向夫子们屈膝行礼 百姓也是他该伺候的对象 太子表示会时时放低姿态 尽责尽职 但母亲还是担心儿子将来会遇到各种困难 好在儿子早已做好了准备 他先是向太后请安 谁料太后竟说他人母苟样 他明知太后最不希望他当上太子 却还故意说自己将来会听祖母的话 做个直来直去有话就说的太子 太后也不甘示弱地提醒他 太子衣服上只有四爪龙 而拥有五爪龙的才是真正的王 虽然只差了一个爪子 但在这之前倒下的人可不在少数 太子反驳太后 相对爪子的数量 其用途更为重要 孙儿不会用爪子主宰并伤害百姓 只会用爪子守护百姓 太后见太子并非草包 于是很快为她选好太子妃名单 可王后不是吃素的 她也要提供太子妃人选 同时更加担心太子上任第一天 如果被大臣抓到把柄 这储君之路只会愈加艰难 果然 领相率先提出刁钻的问题 太子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 那必定要打胜仗 然后比打胜仗更重要的是 尽快结束战争 否则伤害的永远是百姓 这时太子请回来的夫子质问领相 难道现在是处于乱世 非要打仗不可吗 领相表示越是盛世 更不能放送警戒 军队换散必将导致陷入危机 太子说如果有像样的君王和宰相 无论面对什么危机都能机智化解 我就当领相对我寄予厚望 才会出此题吧 结果夫子们都表示满意 即使领相也不得不举起通过的牌子 王后这边正在亲自为太子选拔太子妃 见到为人刻薄的小姐 首先淘汰 见到善解人意的便留下备血 不仅如此 还让非平民间走访 打听谁家的千金口碑好 谁料他们竟挑选了同一个人 可就在此时 外面的吵架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原来正是兵叛大人家的闺女清禾为寡妇说话 老板欺负寡妇 故意低价收买她的发簪 于是清禾举起发簪问有谁要买 结果众人哄强 就算发簪被踩到地上仍然有人要买 她转身告诉老板 金差不会因为我做了什么就会改变价格 王后看到后十分佩服她 于是请她喝茶 顺便问她为什么不提交八字竞选太子妃 谁料女孩竟毫不隐瞒说自己有喜欢的人 说着还拿出一钟人的画像 王后一看竟是自己的儿子 当场便告诉清禾此人正是太子 清禾有点不幸 此时清禾家里的姐妹正在接受太后的面试 她却突然跑回家嚷着告诉父亲 自己一定要当上太子妃 女儿已经等不及了 完全忽略了一旁的太后 父亲只能假装气到打断清禾说话 直到太后的一句话 女孩才立马安静了下来 为当上太子妃 她不得不暂时答应了太后的要求 就是让她把太子的一举一动 毫无隐瞒地汇报给太后 兵叛问太后 为什么明明是另外两个女儿更优秀 却偏偏选了个最不聪明的 万万没想到太后就是要找个歪瓜列走 好称为太子的绊脚石拉她下马 太子正十分想念她的一中人 但她却不能决定自己的亲事 只能全权交给王后定夺 她答应母后 会尽快生下子四来巩固位置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母后为她找的太子妃人选 正是自己的一中人 太子妃人选正接受王后与太后的面试 谁料王后竟故意和太后唱反调 说兵叛之女不能当选太子妃 原因是她太过活泼奔放 可太后却说 比起当初的女文静很多 面对太后的提问 前两个女孩回答得很好 但到了亲和面前 王后却故意拔高了问题的难度 太后以为王后故意刁难她 殊不知 正确答案王后早在宫外就告诉了她 结果成功当选为太子妃 妃子们不明白 为什么王后要选兵叛之女 因为兵叛可是太后的爪牙 王后说她自有安排 果然她早就提前见了兵叛夫妇 说他们的女儿相对其他闺秀来说 更是一块仆玉 兵叛夫人听到这话一脸高兴 太后是把她当牺牲品来拉太子下位 而我却看出亲和不但能帮助弱者 更有超强的同理心 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 我只会保护她 所以也希望兵叛能成为太子的盾牌 不得不说王后的计谋比太后更厉害 为帮助亲和顺利通过考试 王后不但亲自教她礼仪 还帮她提前准备好了考试大纲 很快女孩便当上了太子妃 就在婚礼现场时 太子竟意外发现太子妃竟是亲和 但她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有人提醒她 兵叛之女正是太后的人 晚上就在他们即将洞房时 没想到太子却突然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 亲和意外撞上太子换衣服 不料扑面而来的荷尔蒙立马让她愣住 太子见状问她怎么还不走 亲和尴尬到结巴说放下早餐就离开 结果下一秒 一不小心她就跌倒在太子的怀里 两人四目相对心跳加速 就连一旁的内官也傻眼了 回过神的太子问她 你能把手拿开吗 亲和突然被惊醒慌忙离开 之后内官提醒太子 你离开后太子妃哭了一夜 谁料太子妃不但没哭 竟还饮酒作乐 她实在找不到太子冷落她的理由 难道是自己长相难看 还是太子根本就不懂远方 王后知道后十分纳闷 这不是儿子心心念念之人吗 太子妃连忙问太子 昨夜为何要离开 可太子正希望她把此事禀报给太后 太后说她也早有耳闻 为何新婚之夜离开 不料太子当场顶撞太后 说她对东宫的侍首伸得太长 就不怕闪着腰 好在太子妃及时替她解围 说太子昨晚的确离开了房间 但忙完宫事又回来了 这才让太后稍微松了口气 太子妃为搞清太子为何要冷落她 最后只能找到王后求解 王后问她是不是很难过 太子妃说是很难过 并反问王后为什么不教太子原房之事 王后说她的确没有教过 太子妃说王储的首要之物 便是诞下子嗣 王后身为国母 应有责任和义务教导太子 这要是一般的婆婆可不立马开思 但王后却笑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承诺会给他们定下原房的日子 很快王后找到太子 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太子妃 太子回答不是的 那为什么大婚当晚要离开房间 见太子沉默 便说太子妃是她亲自挑选的 太子一脸震惊 王后说早在宫外就遇到她 聪明又自信的样子我很欣赏 但看好她其实还另有原因 那是因为 见到有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 哪个母亲会不疼爱她呢 你是她进宫唯一的理由 希望你会来守护和疼惜她 接着太子把大哥的遗书交给了王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大哥的死因 王后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三儿子又闯祸了 只见上宫抱着个婴儿走进来 老三一脸好奇地问哪来的小孩 此时老母亲已憋了一肚子火 因为昨夜最春楼初月 直接抱着孩子找上门 她求王后收养孩子 可王后却说她狠心 还没断奶就要丢弃孩子 但初月却说孩子已经有点怕生 如果等到认识母亲的脸 只会让孩子更痛苦 老三看到孩子后一脸喜欢 气得王后彻底无语了 老三见母后不吱声 便猜到一定是自己的 结果下一秒 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后面前 请求母亲找找出月 王后感到十分气愤 表示如果被人发现你有私生子 那将会掀起多大的波澜 可老三却坚持可以自己偷偷养育 气得王后差点被当场送走 就在儿子承诺要自己养孩子 并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时 王后却突然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说着便丢下孩子转身离开 只留老三一人傻傻愣在原地 儿子一直哭泣 怎么哄也哄不好 老三急着用屏风堵上 生怕被人听见小命不保 结果发现是要换尿布了 就这样老三忙活了一晚也没合眼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孩子睡着了 可刚放下又开始哇哇大哭 老三彻底被吓倒在地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 他找到上公求救 上公一脸吃惊问他 怎么丢下孩子一个人跑来 结果下一秒 简直是造孽啊 王后埋怨他不是要自己抚养吗 儿子无奈只能跪下向母亲求救 委屈地说自己不但一夜没睡 还一天没吃饭 就连上茅房都没时间 说着便直接丢下儿子撒腿就跑 等他回来后 儿子已经被母亲哄睡着 就在母亲准备放下孩子时 老三却让母亲先不放 因为一放就行 谁料到王后这居然不灵了 老三好奇地问母亲有什么绝招 王后说只要安抚到位就不会哭的 并说孩子和你小时候一样 一抱就睡一放就行 为了更好的养育孩子 老三竟看起了育儿书 看到儿子悉心照料孩子 王后也终于放心了 但第二天儿子却突然发烧了 王后立马接过孩子询问有没附血 但并没发烧 并告诉儿子新生儿这样很正常 老三思来想去觉得孩子需要母亲 想必初月也会十分想念孩子 王后问他 你当真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吗 老三表示他愿意 于是王后让如母进来 谁料如母进就是初月 原来王后那晚并没让初月离开 而是让他等到合适的机会再出现 而他也为了考验儿子 能否能够担任起父亲的重任 与此同时 太子终于找到曾经给大哥开药的钱一 才得知杀害大哥的凶手正是权医官 他们竟相互勾结 要扶左翼圣君当上王位 但令人想不通的是 权医官竟是前王后的儿子 另一边 宫中竟传言太子不能生育 就连太子妃也不甘寂寞 经常出入其他大军的住所 原来传言正是太后放出来的 为了平息谣言 王后索性让太子今日就远房 甚至还请来上宫协助 上宫不但保证自己尽心尽力 还说自己从未试过手 来到东宫一番询问后 内官表示太子理论知识丰富 但却并没实际经验 甚至对女人也不怎么感兴趣 接着又确认了太子身体没问题 上宫意味深长地表示 那就只能唤起他的本能 很快一碗大补汤便送到太子面前 可太子却趁上宫走后 直接把汤送给一旁的公公 谁料上宫就在门外 提醒太子只要不喝就会告诉王后 太子一脸无奈只能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 太子妃这里正在泡澡 并用了西月而来的千里香 会让肌肤持续散发香味不止 太子也在被迫做深蹲练习 锻炼下肢力量促进血液循环 从而唤醒体内本能 就这样 太子妃终于等来了太子 可两人相见却一直甘坐着 于是太子妃提出 两人不如小酌几杯 并说希望彼此 能像之前在岛上那样融洽相助 谁料两人尽不胜酒力 结果一夜睡到天亮 太子醒来后 只记得昨夜吻向太子妃的画面 本打算抽走胳膊想逃离现场 却不料太子妃突然醒来 于是她只能继续装睡 看到太子英俊的脸庞 太子妃满眼幸福 起来后太子简直不敢相信 昨晚自己真的就这样睡着了 太子妃说她只是不想趁人之危 并且因为彼此喝酒 表示不想用这种方式度过初夜 听到这里太子终于放心了 但太子妃又说 自己所有的都看惯了 太子十分震惊 问她是不是疯了 太子妃说她如果不这么做 怎么来确认宫中传言 她自然是认真检查一遍 并反问太子 难道看自己的夫君有什么问题吗 谁料太子却说她不想这样 接着便尴尬地转身离开 这时太子妃突然叫住了太子 心里难过极了 难道是太子担心碰了 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吗 可惜太子妃并没听清她的话 出来后太子更是极力回忆 昨晚的场景 最后只能回忆到这里 这天王后意外得知儿子的药方 竟和前朝被害的太人太子一样 立马让太子找到 给儿子开药的明依 但明依死活不认自己的药方有问题 可就在她看到太子的事件报告时 立马傻眼了 竟和前朝太人太子死法一样 原来明依正是前朝太子的寓意 但她却是故意现身 想让王后找到前朝太子的死因 从而把当今王上拉下水 殊不知 当年太人太子被毒害时 当今的王上正在现场 从前朝的史观记录里 王后发现太人死后 立马立了锦银君为太子 而锦银君正是当今的王上 让她不敢想象的是 自己一直敬仰的大王 竟是通过残害手足来得到王位 而如今的权一官 正是前朝太人太子的弟弟 为了能复仇混进皇宫当一官 并利用皇贵人 生下自己的亲骨肉翼圣君 如今便要联合刘玉衣 一同辅助益圣君夺位 益圣君本想让自己的外公 帮他抢王位 却不料遭到领相的拒绝 因为他做不到 将自己拥护的大王拉下来 但益圣君却执意师父夺位 领相只能找到女儿 让他劝说自己的外孙不要送命 却不料女儿竟支持他抢王位 因为儿子本就不是大王的亲骨肉 而是权一官的 父亲立马被吓傻了 还说就连太后也知道此事 如果被大王知道了 大家都不要活了 于是父亲只能和两位一一合作 却突然发现 当年亲手解决的刘玉衣竟然还活着 益圣君让他们不要纠结过去 还是一起说下谋反的事 权一官提出只要领相告知有利的情报 便会保他生命安全 这边太后更是没想到 益圣君的父亲竟是低贱的一官 本想处罚他 却被告知 权一官已被王后召回宫里 但他为了找到他哥太人的事件报告 竟故意拖延王后的时间 同时把好几种毒物献给王后 让他自己去查 王后猜到权一官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这其中一定有杀害太子的毒 巧的是 惠岳阁突然死了人 王后赶到后 发现死者不但喉咙肿胀 而且胸前有明显抓痕 甚至死前还喝过更水 原来儿子之前也喝过更水 接着用银针试探 果然更水有毒 而这边权一官未找到太人事件报告 正在给领相下毒 并用解药威胁他 报告到底在哪 就在王后发现可疑时 跑去前王后的住处时 发现他的儿子腿脚并没残废 而当初的大军可是左边缺腿 正和现在的权一官一样 王后也终于得知 权一官正是前王后的儿子 此时领相在他的威胁下 只能将报告的藏身处说了出来 但权一官最后也没能饶领相一面 就在他找到报告的那一刻 王后也恰好感到 他也得知自己的儿子 竟惨死于权一官手下 竟在王后眼皮底下 一点点未下更水 王后撕心裂肺地问权一官 自己对他如此信任 但你却为何如此残忍 在一个母亲面前毒害他的孩子 可权一官看到王后此刻的样子 才一起母亲当年 是忍受着多大的悲痛 送走自己的四个孩子 而自己害了无辜太子的性命 都是因为当今大王的王位 是篡夺血血而来的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王后并不这样认为 而是认为儿子死得太无辜 于是将儿子被害的真相告诉大王 并说权一官就是永愿大军李一军 谁料大王却执意说权一官不是李一军 但似乎在隐藏什么 并急着问太人尸检书在哪 这让王后感到十分不解 而他却下令派人立马捉拿李一军 并告知手下一旦找到尸检书 立马除掉李一军 而太后也不忘主儿子一臂之力 这边太子妃突然晕倒 就连御医也无法诊断出病情 好在婢女的提醒下 御医又重新诊脉 竟发现这是喜脉 王后出来还不忘提醒太子 一定要照顾好太子妃 在太子妃的记录里 不但记录了太子的爱好和习惯 还表达了哪怕只是跟她牵手散步 也会感到十分开心 可太子始终没能正面向她表白 甚至怀疑太子并不喜欢她 此时得知太子妃怀孕 太后便立马找上门来 竟然要御医重新诊脉 没想到同样的御医 却给出不一样的诊断 王后顿时感到十分震惊 殊不知 太后竟然暗地买通御医 不但证明了太子妃是假怀孕 还揭开了太子妃有心病 一个体弱的人 无法担任太子妃的重任 原来太后是想得到王后手里 有关太人太子的试检报告 如果这些东西被公布 太后将是罪魁祸首 于是要罢除太子妃 王后无奈只能选择保住媳妇 随后向太后提交了报告 就在太子妃得知自己的病情 并向太子道歉时 太子不但没生气 反而还清醒她没有怀孕 只要她身体健康就好 并说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原来她一心想接回大哥的儿子 如果将来自己登上王位 再把位子传给元孙 那也将不负大哥的重托了 另一边 太后用皇贵人和义胜君的性命 威胁领相必须找到李义君 并将她带到自己指定的地方 殊不知走到一半 领相突然变脸 说她不过一介衣冠 为何要为李义君卖命 可她哪里知道 衣冠正是李义君本人 这时太后召集的锦衣卫 突然围了上来 领相一脸嬉笑 我怎么会参与你那欠缺思量的谋反 还问她李义君到底在哪 就在领相上前的那一刻 突然被李义君反手擒住 并以她为人质逃了出来 出来后还不忘亲手解决掉领相 接着找到太后 殊不知里面的人正是皇贵人 而太后正在外面运筹帷幄 等王后赶来时 报告已被烧毁 此时的义胜君突然闯进屋内 亲手将李义君一刀致命 皇贵人当即被吓傻了 殊不知李义君才是她的亲生父亲 不得不说这个太后太狠了 竟提前告知义胜君 只有除掉李义君 他们之间的勾结才会被隐瞒 而义胜君则亲手干掉了自己的身负 逆挡付诸 似乎意味着一切都走到了尽头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对于王后来说 到如今发生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为了追查出自己长子的死因而已 现如今真相既然已经查明 那就必须公之于众 还自己儿媳一个清白 李义君死后 群臣上奏要求严惩乱党 甚至是请求处死义胜君 而大妃同样开始向王上施压 即便已经知小义胜君并非自己亲生 但毕竟是自己最先抱在怀里的子嗣 再加上自己的这座龙椅已经侵染太多鲜血 王上也是第一次正面地拒绝了自己的母亲 听着大妃的这段威胁 其实王上自己内心也在犹豫 到底是否要将真相公之于众 对此 他的多年好友普京忧也是劝道 作为帝王 他在位二十余年 诚诚恳肯定造了无数的丰功伟业 不如将这件事尘封历史长河之中 为自己留一个永垂青史的圣君之名 然而丞相君却跑过来询问自己的父亲 难道一切就此了结 自己的哥哥被人毒杀这件事难道也不管吗 看着自己的儿子 王上也是吐露了心声 到了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是他想揭发真相 也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而那份报告也不足以揭发真相 王后其实明白王上的苦衷 揭发太人世子之死就意味着 否定自己王位的正当性 而且还要惩处大妃 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现如今他能做的事情 也只不过是替王上开路罢了 大妃这边确实又在憋坏水 为了彻底打消自己儿子 揭发当年真相的想法 那就要将王后拖下马 于是再次派南上宫跑去老三请宫 这一次也是终于撞到了老三私生子一室 他将这件事情检举给皇上 他要求将初月母女两人驱逐出宫 面对着老三和初月结婚的请求 大妃也是出言嘲讽 为何王后的子嗣一个个都不守王室规矩 言下之意就是想惩治王后教子无方之罪 对于老三的这一请求 大妃更是表示他是在公然违反国法 而王后却说只要王上跟大妃同意 老三就可以打破先例 王上说他会好好考虑这一提 大妃见此事不成便又拿起世子妃说是 他以世子妃不能生育为由要求废除世子妃 此时宋玉衣也是求见 这是王后特意安排的 原来大妃命人毒害清河流产 而王后却早已识破大妃计谋 他是故意将计就计 让大妃误以为清河已经流产 并且因为他自身体质的问题 今后再也无法生育 而大妃所递给御医的药材 他也完全没有放进世子妃的汤药之中 眼看世事败露 大妃还想着为自己辩解 王上却是直接打断了他 他也是明白自己的母亲已经无药可救 事后王后也是再次找上大妃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周围所有人都因为大妃而受苦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大妃还能够如此理智气壮地继续作妖 大妃却丝毫没有悔意 然而关于太人世子死亡真相一事 大妃更是笃定王上不会揭露出来 毕竟一旦揭发就意味着否定自己的王位 为了坚定王上的想法 王后也是跑到监牢之中 说服了刘一关提供证词 随后趁机劝解王上 他将自己儿子的试检书交给了王上 并恳请他以君王的方式来纠正错误 这是作为王后的自己 能够守护殿下的最后一条路 也是守护世子留下的子嗣的方式 陷入纠结的王上也是再次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他想起惨死在自己面前的世子 最终也是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王上便前去找到大妃娘娘 他决定公布真相 更是不再隐瞒 其实那晚他全都看见了 这场因大妃而起的悲剧 也必须由自己来亲自了结 无计可施的大妃最终也是打起了亲情牌 奈何王上也是心意一决 之后在朝堂之上 王上也公布了当年太人世子的死亡真相 又命令使官修改记录当年的事件 恢复了隐世的位分 更是下令幽禁了大妃娘娘 而对于丞相君来说 他的心结也得到了开解 一直将兄长之死归咎于自己的他 也是找到了医官 询问当时他所给自己的药方究竟有没有问题 医官以两人初次对峙时的话语回答了他 自己一直坚守着大夫的自尊 所给的药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一下他终于是释怀了 人终究是不能活在过往之中的 他也是履行了承诺 将元孙接回了宫中 王后履行了对自己长子的承诺 他成功地在这一场王宫斗争中守护住了自己的孩子 这一把给自己孩子撑起的雨伞 也是成功地替他们遮挡住了风雨 而南上宫在为大妃送饭之时 也是发现大妃已经自尽 直到这一刻 也是忠于知晓 为何身为大妃的他 那么执迷于后宫的执掌之权 原来当年在他以贵人身份成为王后之后 第二天先王就意外驾崩 于是他便在一日之内卸下了王妃之位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处处跟王后作对 还意图掌控所有 而王后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正式地和自己的婆婆告别 而在他眼中的大妃 虽然心狠手辣 但有时却也是十分地可怜 在这场后宫纷争结束之后 丞相君和清禾也是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对 拿着清禾心愿丹的丞相君 一点一滴地帮着清禾在实现愿望 他们一起逛遍了王宫风景 更是裴清禾一起对流星许下了各自的愿望 如果说两人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那么相信这一对一定会就这样 圆满地走下去 益圣君母子也是遭到了贬折 因为亲人接连死在自己面前的缘故 皇贵人也是已经神经错乱 王后偶尔会来看望这对母子 她告诉益圣君 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她也要凭着自己的傲气努力生活下去 老三似乎也是真正地成长起来 现在的他没事也是跑进王宫中 向各位娘娘请教玉子心得 而王后也是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慧乐阁交给了清禾 想要他和自己一起成为这些人的护盾 而启圣也是和自己的母亲告别 她想要离开王宫 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王后最为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孩子 但最后她还是尊重了自己儿子的选择 在她离宫那天 兄弟们也都是前来送礼 几人相拥在一起的画面着实让人感动 在王后的教育之下 即便是出身王宫 兄弟几人却并没有为了权势而心生见习 而丞相君仍旧在履行着自己对兄长的承诺 他悉心教导着元孙 在他看来 虽然自己身为世子 但是自己只不过是替着兄长赞位执掌这个国家 今后等到元孙长大 他便会将这一切还给自己的这个侄子 但是王后却还在为了自己的儿子头疼 自己的小儿子还在四处闯祸 这一天为了试验自己的新发明 他也是跑上了屋顶 当王后独自走在王宫之中时 回想着近日来的种种经历 他也是万分感慨 天空也是适时地下起了雨 丞相君也是走过来替自己的母亲撑伞 这一次却是身为儿女的孩子将伞倾斜向了母亲 小时候母亲是儿女的伞 等到儿女长大成人之后 就反过来成为了替母亲遮风挡雨的游伞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也真正地到了结束的时候 感谢与小帅一同看完这部剧 我们下部剧再见 我们下部剧再见 我们下部剧再见